水煮蛋 包壳妙招 水煮蛋因烹饪过程非常简单 不少人都会自己动手做 但你是否面临到一个问题是 当水煮蛋煮好之后 每次包壳时 蛋白跟蛋壳都会粘在一起 导致剥好的水煮蛋支离破碎 对此 台湾美食专家分享其中秘诀 只要在煮水煮蛋时加入醋 就能让鸡蛋壳非常好剥落 专家指出 常常鸡蛋壳都会粘着蛋白 包了老半天 蛋白都粘在蛋壳上 不仅浪费 还很花费时间 专家分享煮鸡蛋时候的技巧 很多人都以为煮蛋加盐就好 但只要多加点醋 那么鸡蛋不仅更嫩 还会自动脱壳 做法非常简单 只要将鸡蛋洗前进 然后轻轻放入锅中 加冷水浸泡五分钟 接着加点白醋和白盐 盖上盖子开大火烧沸 转中小火煮三分钟 然后关火 继续焖五分钟 五分钟后打开盖子 鸡蛋就煮熟了 煮好之后 马上将鸡蛋放入冷水中冷却 这样鸡蛋就更好包了 专家提到 加醋能使鸡蛋壳轻松脱落 这是因为醋的酸性 可以和鸡蛋壳的碳酸钙产生反应 使鸡蛋壳变薄变软 而醋还能加快煮鸡蛋的速度 能使鸡蛋的蛋白吃起来更加鲜嫩 健康生活编辑部 鸡蛋黄嘉烹